在精气不景气的时代 街头艺人考照的竞争 好像比律师考试还要更激烈 而拿到许可证之后 这些街头艺人还要面临同行来抢地盘 以及经常会被主管机关领检 打断表演种种的问题 事实上跟国外比较起来 台湾街头艺人的表演环境真的很不好 不过现在报考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多 十七岁的范婷雅是戏曲学院的学生 去年考上台北市街头艺人证照 小女孩上街头才发现 街头表演如同战场 差不多中午就要先去看有没有位置 对 如果有人站我们就不能用那里 街头艺人角逐者越来越多 表演许可证的审核也越来越严 首都台北市的街头艺人考试 录取率从九十四年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六五 一路下滑到一百年的百分之二十点一四 有媒体评论街头艺人考照 竞争激烈的程度比律师考试还难 在不景气的当下 报考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四十八岁的阿伟五年前 罹患鼻炎癌无法正常上班 街头艺人的打赏成了补贴家用的重要裁员 但微博的收入实在无法支撑 歌喉不错的阿伟夫妇 固定开唱的定点只有台中越美堂场 其他的公告地点像是日月坛 因为属于先抢先赢 阿伟也只能放弃 在重商混合的城市 街头表演尽管音量控制在法定 八十分贝的标准下 街头艺人还是经常被执行单位 要求搜证中断演出 引发观众和表演者的不满情绪 有的人就此离开 寻求更好的表演空间 但阿威这样的街头艺人 坚持继续在户外演出和粉丝共进退 街头艺人有梦 不孤独的梦最美 公时新闻 蒋静怡 邱风卿 台湾报道